用一條長度4公尺的鐵絲在河邊圍一個小花圃 球花圃最大面積 其實你會在算起不等式看到的問題 很多時候你都可以在一元二次的配方法裡面 看到解他的方式 用配方法求極值 那以前配方法求極值在國三的時候學 那現在克剛把配方法求極值拉到了高一 反而是高一第二章才在教的話 那這樣反而這個問題變成只有算起不等式能做了 那我們怎麼做 你如果用配方法求極值 你就是設一個位置數 寬4x常是4-2x 然後就用一元二次的配方法 那如果你要用算起不等式的話 我們寬4x常設y 等於說你會得到2x加y等於4 這是已知 求xy之最大值 這就是我剛講一個算起不等式的問題 常見的形式 你如果可以把一個應用問題或別種題目整理成 已知什麼加什麼是多少求什麼乘什麼 那你就知道說這算起不等式 可以嗎 那所以說呢 用加的劣勢 因為2xy裡面就有xy 那2x加y等於4 所以4除以2是2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xy呢 其實會 小於等於2 也就是最大值是2 那其實這樣就已經可以回答了啦 那如果你 你講究一點你就再寫這個down 那我們如果是自己寫作業 最好是養成習慣寫這個down 讓自己練習幾次不要寫麻煩 當左一半等於右一半 2x等於y 等於2 因為合起來是4 所以一半是2 10 x等於1y等於2 此時 xy為期最大值 下為期最大值 可以嗎 圓中有果樹50株 收成的時候每一株可以結300顆水果 如果圓中每多一株果樹 會因為營養被瓜分 而使得果樹少結 每一株果樹少結5顆 請問水果最大的總產量 這個我們在學會配方法之後 一圓二次就可以用配方法求集指 那有的人是國中就學過配方法求集指 有的是到高一的時候學的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怎麼寫出來呢 如果你寫這個 有點不順利的話 尤其你假如國中沒學到的話 它是這樣子啦 我們是 你種了幾株乘以每株幾顆 乘起來是總顆數 對不對 那原本 原本是 50株 每一株結300顆 所以原本是15000 後來他說 再看一次題目 每多種一顆 就會怎麼樣 每株少結5顆 可以嗎 所以每多種一顆 我們叫色多種 色多種X株 每多種一株 所以這個株數就會少X 然後這個顆數呢 每一株就會少結5顆 300 注意是減 不是減5喔 是減5X 那這個地方很多學生會寫錯 那老師就帶學生 如果你發現學生寫錯的話 你帶學生用例子想一下 就是說 他種一株是 295 多種兩株是290 多種三株是 你就問學生說 多種一株是 會結幾顆 多種兩株結幾顆 他生產的顆數 並不是固定300-5而已 他是怎麼樣 X每多1 他就多扣5 所以這裡就有300-5 可是 於是就會整理出一個 這個 這個 一圓二次的多項是 所以是 負 α 平方 然後 減250 加300 然後加 然後配方法 負 5 提出負 5 變成減10 那如果 配方法還不熟的話 我們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會放他的一半 然後導致這個展開來就會有 符合這個 x平方-10 α α α平方-10 α 那後面就會有 加25 所以他是他 一半的平方 一半的平方 然後你在關號裡加25 實際上也是減了125 所以外面要加125 所以外面要加125 那這樣子就做出來了 當x 多種5顆時 這個多種5顆也就是 5珠 多種5珠 5珠 這個水果 產量為最大 15 125顆 那我們在用蒜姐不等式的時候 有兩種做法 那比較建議 也比較通俗的做法 但是比較難寫一點 就是我們 那個 種的 珠數跟結的顆數分開 是因為我們蒜姐不等式 有兩個未知數 那珠數跟顆數 假如說我種x珠 每珠結y顆 那這樣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最後產生的水果 就是x乘y 這就是蒜姐不等式 那個根號裡面放的東西 對不對 根號x 根號裡面放x乘y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一點 這個 每珠少產的 會等於多種珠數的5倍 那我現在注意 我不是多種x珠 我是 中了x珠 所以我多種的部分 其實要x-50 那現在每一珠結的是300 所以說呢 後來等到我多種了一些之後 比如說我種到x珠的話 我實際上多種這麼多的話 我會每珠少這麼多 那我每一珠產的是 300-5 括號x-50 那我再說明一次 這個看起來有點難懂 這是 我現在種x珠 所以我比50是多種了 這麼多 所以我應該每珠減少 這麼多 所以我每珠實際上是產了300 減這個 這樣有看懂吧 那就是說你假如怕說列不出來 你也把它抄一下在筆記本上 或者真的考出來 老師不禁止的話 你乾脆配方法算 但是我們利用它來看看 算起不等式是怎麼做的 透過這條式子 我可以一向得到這個 這個-5x一過去是加5x 所以5x加y等於300加 250是550 那這個問題就變成是 已知解x加幾是多少 求x乘Y是多少 這就是一種很標準的 算起不等式的提形的結構 那我們就會這麼做 注意喔 用加的來列是 用加的來列是 所以我們寫的是 5x加y 會大於等於 更號 5x乘Y 右邊還是要有這個 等一下會弄掉 然後因為5x加y是550嘛 所以550除以2是275 這樣子 然後一起平方 這個275的話是25乘以11 那平方的之後是25平方乘以11平方 大於等於5xY 因為我打算先約完再乘 把5約掉於是 你就會得到這個是 625除以5是125 所以XY就會小於等於125乘上121 15125 很好 欸對我們剛剛算過 來重點來了 等號成立於什麼時候 左一半等於右一半 當5x等於Y等於550的一半 左一半等於右一半 就等於和的一半 275 10 那這樣子X其實是55 Y是275 則XY有最大值 為期最大值 OK 這樣有看得到吧 這就是我們書寫算幾不等式的方式 用加的劣勢 再看一下重要的幾個關鍵 用加的劣勢 然後趕快劣 不要看著發呆 列出來之後呢 把可以代換的數字代換掉 就不用留那麼多位置數 然後通常會同平方 然後把係數除掉 得到這個 當左一半等於右一半等於全部的一半時 你可以解出X跟Y 這個時候 XY會是最大值這個 這樣可以嗎 我們也可以這麼想 題目說有50株果樹 每株現在一株結300顆 每多種一株少5顆 所以我多種一株 一株結295 再種一株 一株結290 再來就結285 再來就結280 對不對 我假如今天失心瘋 你知道嗎 我種滿三片野 我盡量能種就種 我可以最多種到多少呢 我可以把它種到0顆 每株結0顆 也就是說300顆這件事情 被我用5顆換一株 我可以換出60株 我可以多種60株 讓它每株結0顆 那我因為本來還有50株 也就是說我手上 用來分配的籌碼 總共有50加60 110 那因為怎麼樣 左一半等右一半 所以其實我種55株的時候 它就會剛好有最大值 這樣我們可以快速的取得這個答案 但是不好想 就是說你聽我講這樣子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要每次都操作正確 要小心 以及 那算起不等式 其實很多時候的例子 也不是應用級 所以這個大家知道 有這麼一回事就好 好那我們這兩顆先上到這裡